大家好,我是Daniel,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 我,ISAS和麥加蘭現在在毛子橋香港秘書處進行實習。 今天是6月5日,是世界環境日。 在實習入面,我們毛子橋會採用高鐵等低碳出行的方式, 前往內地鄉村進行服務研習。 而每年的世界環境日都有不同的主題。 接著就讓ISAS講一下今年的主題是甚麼。 大家好,我是毛子橋實習生ISAS, 在嶺南大學商主修社會與公共政策研究和政府與國際事務學的四年級新。 今年2024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是 收服土地對抗沙漠化和光漢的問題, 去應對全球日益嚴重的土地和氣候的問題。 我們毛子橋一直以來都十分重視荒漠化這個全球的大議題。 我們不如一起來看看在金屬馬叉站村10集的Sindy有甚麼分享。 大家好,我是五指橋實習生張祈宇, 來自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心理學系的大三學生。 我現在正位於甘肅省的五指橋馬叉村站, 恰逢世界環境日。 我們的行動讓大地充滿綠意。 低碳生活從點低做起, 讓我們一起行動為地球減排注入新力量。 大家好,我是五指橋實習生張祈宇, 我來自香港理工大學過渡環境設計專業。 在項目實踐的過程中, 我們會減少以附近用品的使用, 結晶等化的物品的使用。 保護當地水源,節約用水, 低碳生活從點低做起, 讓我們一起行動為地球減排事業注入新力量。 選擇歷史的生活, 對可持續發展永續。 讓我們成為擔當兩地相見, 身中永續作源參與廣大新橋的橋樑。